接着上一次把它画完 画下面的山石 这张画特别适合初学者 难度并不是很大 但是效果会非常好 前面都是传统的山石 待会儿大家看我后面的石头就变了 这是一张古代和当代的画风的一种结合 石头有大有小 有巨有散切积 淡墨染一下暗部 换个船的画法 这是桂林那边的小船 后面画一个桂林山水 这种山石相对比较显实 是我们近代的一位大画家 叫白雪石 有兴趣 有兴趣 白雪石的小品你们一定看过的 这张画子算是一个乱搭 就相当于说唱音乐 对上了京剧 看看会出什么效果 我的这种笔法 是借鉴了倪赞 倪云林的画法 我上期我就介绍他的画法 这叫折袋村 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干一点 这个过度很重要 大家要多练习 手法熟练了 你在升圈上也可以过度 简单的村擦一下 兴趣 从数学库中 这个月必须呢 你也要 Leonardo 在这边 淡一点,小笔处蹭 目的是把它的体积给蹭出来 让它先干一下 我先画下面的倒影 待会干的差不多了 我就开始上色了 我用的石绿 颜色很纯 花青 淡淡的花青 有春擦着人 局部要较一点点折势 山石的根部也要较折势 好,干透后我们开始点抬点 点得密集一点 点这些末点是为了区分一下前后 局部再加重一下颜色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 跟着我一起画 好,再见 这些要ール是想念的 我们完成了 这些人的小笔